台风天工厂却发生火警 在晚间8点左右台中的神钢区一处工厂 突然间起火燃烧 整座工厂都陷入湖海当中 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远处都可以看见 而锦销到场灭火 所幸工厂里头并没有人员受困或是受伤 但是呢仓库里头存放大量塑胶粒 这是毅然物品 造成工厂下分处的居民都闻到刺鼻气味 巨洪火蛇照亮夜空 整个工厂陷入火海 台风天又遇上火灾 灾情不断 大量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当地居民闻到刺鼻气味 吓得赶紧跑到户外 风胎 梦都关起来 像我们里面那样炒 出来他们不怕火烟 来外面穿烟 我就等下说对面有烧起来 就出来 要出来 很快出来 因为这个是塑胶工厂 里面有很多塑膠 所以才会表示说 现在这个厂房燃烧很多 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 现在附近它后面有木气工厂 对面有蜡烛工厂 24号晚间8点左右 台中神岡区一处工厂突然起火 一层楼挑高铁皮构造建筑 全面燃烧 熊熊火势远处可见 景销道场赶紧灭火 索性没有人员受困受伤 消防员在工厂周围 加强防护防止延烧 仓库内含有大量的塑胶粒 易燃物导致火势猛烈 大火造成下方处 神岡区河木路一段 及神青路附近 空瓶受到影响 景销初步调查 燃烧面积约2000平方公尺 至于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景销进一步厘清 记者王胜轩台中报导 暂停火